我現在回答了一個問題 關於有時有些情況很嚴重的病 都可以跟耶穌宣告那個病得醫治 在這種情況 我想說 當這個人真的收到神的訊息的時候 他可以這樣說 聖經是有說到 受到我們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又說到因為耶穌受了病 所以我們得了醫治 不過聖經同時也有說到 保羅第一次傳呼吸去加勒泰 是因為他有病 還有他跟提摩泰說 因為你屢次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用點走 也有說到保羅的同工有兩個是病 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信心不是說 你有病,我祈禱你一定康復 但是這個 這個只是他覺得神會醫治 因為是沒有 能夠絕對說 神是每一次都必定醫治 因為聖經的確有些例子 是人不能得醫治的 但是如果神告訴那個人 他收到訊息 而他收到訊息是準確的話 神告訴他 這個人得醫治 他是可以宣告 除了這個情況之外 我覺得是不應該宣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沒有醫治 我們就宣告他得醫治 那東西不是真 我們就認為信心就是 你相信 你相信 我看到有些人是這樣的 參加聚會 那那個傳導人 或者是報道家 就會跟他說 你的病件得醫治 但是他未得醫治 你相信 你從今天開始 你不要吃藥 你不要做什麼 你總之相信 你是得醫治 那但是 這些人到底的情況 因為我又不是能夠 我不是在場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 不過我聽過這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 除非他收到神的訊息 即是如果他說 我是明明未覺得得醫治的 不過我呢 就 一直告訴自己 信心得醫治 還有我相信 神可以醫治 我們是兩件事 即是我們相信 神可以醫治我們 但是為什麼不得醫治呢 我不懂得解釋 因為聖經也都沒有解釋到 在很久之前 我參加一個聚會 是Randy Clark 負責的 Randy Clark 就是在 多倫多復興的時候 開始帶動復興的那個牧師 他也講到一堂 為什麼有些人不得醫治 他說 他說 我曾經祈禱 有些人好奇不得醫治 但是我也都見過 有些人是不得醫治 而有些人 我很想他得醫治 但是他的確沒有得醫治 他說 我都很想知道為什麼 很想幫到他 但是的確 他是沒有得醫治的 事實上 這一個是很多 在神職中運作 侍服的人 都發覺有同樣的東西 就是 這個世上 現在來說 是沒有一個人 是他所有祈禱的人 都一定得醫治 除了耶穌之外 耶穌在世上 是全部 他說得醫治的人 都全部得醫治 但是 包括保羅 都不是個個得醫治 所以 我們不是說信心 就是他一定得醫治 我們信心是神 一定能夠醫治 但是為什麼那個人不得醫治 到底 這個人有信心問題 有罪的問題 因為其他因素 我不懂得說 因為聖經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信心不是說 我信一定得醫治 所以我們不要隨意去告訴別人 你有病 你一定得醫治 我和你祈禱 你一定得醫治 因為如果不是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說 耶穌不行 他不知道是我們不行 不是神不行 是我們不行 所以我覺得 是要分清 信心 信心我們 相信神愛我們 神關心我們 另外一個人 真的有些人不得醫治 那怎麼辦呢 其實 全世界 每一個基督徒 都遲早都要死 死之前 都有身體 某部份 是不運作到的 這個世界上 總是有人不得醫治 不得醫治 是否一定很慘 不是一定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我一定要活到八十歲 至少六十歲 如果四十歲 五十歲 好像很不值 那種觀念 其實不是一定的 如果神要我們早離世 我們總之 這個生命是活得最完 最fulfill的 是滿足到神的計劃 我做到神要我做的事 就算早死 宋少哲都是很年輕的 但是他影響中國 和很多地方 會更重要的 所以 第一 我們不要覺得 病不得醫治就很慘 而且 好像 我一定要得醫治 這個 我們不需要堅持 就算我有病 我就說不要緊 有病 如果神醫治 我又感謝神 我又會很狠切 和長時間去祈禱 求神去醫治 過程不是求 而是一直親近神 神會醫治 如果不得醫治 我又說不要緊 繼續有這個病 又不要緊 我繼續祈禱 求神給我力量 在這個過程又起落 如果真的 又不得醫治 又真的上天堂 我又說不要緊 總之 醫好又不要緊 繼續有病又不要緊 死又不要緊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就輕散了 神是想我們輕散 不是堅持我一定要怎樣 有醫有食就當之足 就算有病 有些人的確 是一個好事奉神 很強 宋尚節 一個例子 蔡蘇娟 暗室之後 他都是長年有病的 但他都是榮為神的 一個人物 所以 我們對於病 不要覺得一定要醫好 現在事實上 沒有什麼人是真的 完全健康的 沒有一個人 內臟什麼都健康了 這是人都有一些的無病 但不要緊 我們有神就OK了 我就想這樣 扮演到這個人 但如果神告訴你 你真的聽到神的聲音 而是你發覺是準確的 凡一個人想 他說我是先知 我一定會測試 是否真的先知 即是準確 如果他不準確 他要收到 可能會收到魔鬼的聲音 那他不要宣告 但如果他 證明他真的很準確 而神告訴我 這次一定會得醫治 那他就可以宣告 即是如果他 是長期準確的時候 那我也都覺得 無論得醫治不得醫治 我們都相信 神是愛我們的 和神絕對有能力 這個 即是我們永不動搖 我們都 事實上 我們看到很多人得醫治 和很多人舒服 那我們又感謝神 心裡面始終 都是感謝神的 在歷律比書 二章二十五節開始 那裡說 我想必須打法 以巴筆提到 你會拿兩句 他是我的兄弟 要我做功 然後 第二十七節 他實在是病了 幾乎要死 而神怜悶他 不但怜悶他 日怜悶我 免得憂上加幼 即是說 以巴筆提病 然後病到幾乎要死 但是 後來他康復 但是他幾乎要死 即是 他那個病 當然有時候 有些人突然 病了 差不多要死 但是 有可能他的病 都不是一下子 突然去到那個位 如果保羅祈禱 都能夠隨時得意志 應該 他都不會去到那個位 未去到那個位 已經好 不應該等到 就死了 他真的幾乎要死 我想說 就是 雖然我們 我們是堅持神會 以及我們經常都為人祈禱 但是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知道哪一次 一定神會 即是神會做什麼工作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謂病人 病人就必好 那個是 will 因為 中文回來 就必 有個必字 在那裡 他的原文 是 將會 那這個是will 這是不是絕對的肯定 我們 神是可以的 醫治 但是我們不知道 神會做什麼工作 所以 我們見到 有經文 告訴我們 是 不是一定 每一個都覺得醫治 這個不會對我們 對神的心動了 但是 有些人完全不相信 神的醫治 我們說 神真的會醫治 但是我們又不需要 每一次有病人 祈禱 他一定會好 這個有 是不一定會發生的事 當然太書 四章十三節 沒有落索寫的 你們知道我 頭一次全福音級 你們是因為身體有疾病 即他自己身體有疾病 他肯定有帶著神的聖靈的恩公 但是 他都會有病 那為什麼呢 我只是說 不知道 我們不需要能夠解釋 聖經每一件事 即我們 是沒有人能夠全部聖經的真理 神的真理 我們全部都知道 不過我們 有些能夠肯定知道的 聖經有說的 但是 為什麼寶萊有這麼大的能力 為人祈禱 為什麼他自己都會有病 我只是說 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推測 是否保羅的時候 犯罪呢 軟弱呢 這個推測未必是對的 即我們 不需要去想為什麼 即是說 我們知道 神會醫治 神有能力醫治 不過有時候 有些人不得醫治 我們也不需要解釋 我們只是說 我們就是親近神 繼續親近神 就是神去做功 即這樣的思想 是最簡單 所以我祈禱的時候 我不會告訴他們 你一定得醫治的 我不會這樣說 但我會說 有很多人 真的覺得舒服 有頗多人是改善的 有些人是預絕得醫治的 即是有真的預絕得醫治 有眼睛 其實也馬上得醫治 有試過不同的病 即是我自己有不同的病 那些人馬上得醫治 例如這幾嚴重 我有一個是有十多年的膝痛的社工 這個在我的攝錄也有攝錄 他是買過很多種不同的鞋箭 他說有些很貴的 二三千元對鞋 或者鞋箭 二三千元應該不是鞋箭 即是二三千元那對鞋 然後他就痛了很久 但是我跟他祈禱之後 他是好了 還有手震是好了 即是他用過很多錢 都得不到醫治 即是神是可以做很奇妙的事 不過為什麼有事不得醫治呢 我們又不用勉強去找個原因 即是說繼續親近神 救受人 甚至他個人是如今 Rome 的 tuna 官司 這村 artificial 我的 Michael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